大家好這邊是巴爾姆特電玩瘋 我是編輯小鈺 大家好我是阿毛 那今天我們再度請到了台灣獸王阿毛 來體驗我們最新的魔物獵人崛起的體驗版 請注意我們今天玩到的是媒體的體驗版 可能會跟未來的正式體驗版有一點點的不同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 阿毛是第一次玩這個崛起的體驗版 都還沒有玩對不對 對 非常的期待吧 非常興奮 好那我們現在事不宜時 我們馬上進遊戲 我有一個機器要準備給你 我們先進這個體驗版吧 請選一個藝人遊玩 進遊戲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有四個任務 除了前面兩個是我們很熟悉的頭髮 連優龍王跟泡沙龍一樣 基本上就是跟過去的體驗版會有打燈 普通任務跟高難度任務 還有訓練之外 你有沒有發現最下面的第四個是什麼 麻煩你念一下 超龍訓練任務 之前有看過這個東西嗎 以前還沒有這個 以前只有那個超重包而已 沒有超龍過 你看這個圖你覺得是什麼東西 難道是坐著青雄罩去打怪嗎 我們就來示範看看 好開頭有很多的那個武器 四種武器就是在這邊讓你選擇 但是這個教學跟那個武器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可以先選一個 你看著瞬眼先進 好那我就選太導了 好可以先選太導發 超龍訓練任務 超龍訓練任務 之前呢 哇 沒事出過吧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次有教官 尼泰教官 有非常有日本忍者的感覺 操縱龍中的魔物 攻擊其他魔物 好那 所謂的超龍呢 就是以鐵從4來控制魔物 然後 可以控制他來移動 看目前的選單上面是這樣子介紹的 好麻煩請按右 然後 你在超龍圖中按Y 可以那個突進 就是可以控制他去撞什麼的 然後他會有一個超龍計量表 然後當你超龍計量 累積到滿的時候 可以使用超龍必殺技 哇 還有必殺技可以用耶 超乎想像 超乎想像嗎 真的真的 好 然後再下一頁 超龍計時器 還有一個超龍計時器 就 你當然不能永遠騎著龍 那你就變別的遊戲了 對 那 這個超龍計時器 就是你可以控制龍的時間長短 那個時間歸零的時候 你就被魔物甩下來 所以你要在這之前 然後 用他們的去攻擊 或是途徑脫離等等的 然後你在超龍進行恐怖狀 或產生膽怯的時候 可以用按B 消耗翔蜆來取消動作 配合敵方魔物的攻擊 可以使出迴避或緊急迴避 還可以借力使力 讓對手畏縮 然後再進行迴避 好 就馬上再下一頁 好 跟聚超龍的魔物不同 可以使出各種類型的攻擊 除了A跟 除了X跟A之外 通過組合計 還有不同不同的各式的攻擊方式 也就是說 看起來 所有的魔物感覺上都可以操控 我覺得這可能是有一點結合 飛翔抓 就是 抓怪撞牆 然後再加上那個RPG的 奇怪一起共同攻擊的 結合起來的新要素這樣 好 我們就來進去看看吧 這真的是太大的驚喜了 這個對未來在狩獵上面應該會有很大的變革 真的真的 想說我們有超龍 帶超龍狀態 鐵獅蟲持續攻擊魔物會變成 會纏住他 然後進入帶超龍狀態 也就是說那個鐵獅蟲會一直 持續的留在怪身上裡面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用這一點就是有點 鼓勵你去用鐵獅蟲的招式來攻擊 要不然大家都是老老實實用普通武器打就好了 是 翔蟲動作是什麼 這邊會跟你介紹一下 這個部分呢 在宣傳影片就介紹過很多次了 翔蟲就是這一次的很重要的要素 你可以透過翔蟲來飛行 或是用翔蟲的鐵蟲絲來使出 有點像以前的獸技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飛空風格 或是勇氣風格的變形 是 你可以按著ZR ZL 然後按X會往上飛 按A會往前飛 按ZR ZR會往你指定的方向飛 這樣子 對這B面上跑步 對 拔刀的情況下呢 按著那個Z ZL 然後按X或A 就可以使出那個鐵蟲絲的招式 你可以先試試看 再來就裝成下 先試試看 鐵蟲絲招式 好這是普通的 欸對了 這就是鐵蟲絲的招式 然後會消耗下方的那個翔蟲 等它回一下 才能再用下一招 你可以先趁這個時間先試試看基礎動作 我覺得基礎動作跟世界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那個不同 讓玩家上手的門檻就會降低一點 對 那你試試看鐵蟲絲的另外一個刀子 這就是防禦型的人 很反擊型的人 這就是這張蟲絲 傀儡蜘蛛 不錯 現在講到傀儡蜘蛛會想到電影版裡面 變得很可怕的銀字機 銀字機簡直就是主角了 對啊 然後這個傀儡蜘蛛其實還蠻可愛的 這個可能就是螃蟹吧 真的很可愛 對啊 我已經看一看到那個玩具擺在那個商店裡面的感覺 老實要學玩家一步 對 肯定會出玩偶 鐵蟲絲跟傀儡之金都可以帶操龍 這是讓我世界有點遺憾 就是沒有可愛的青球獸 來來來來 門口 門口 沒有沒有 來了 我有點像陷阱的感覺嗎 喔 用翔蟲精靈超越攻擊也會 喔 可以了 喔 超龍的超龍的 很嗨 很快可以騎著熊跑 喔 進攻擊 重攻擊 神災 迴避 喔喔喔喔 可以騎熊迴避 哇 這迴避的動作也太有趣了 玻璃 玻璃的話是暗門 撞上牆壁或是 就是像世界就是 垂龍去撞槍 然後這個時候他感覺會被纏住 還可以再打一陣 而且飛過去的距離超遠的 真的真的 這個真的 非常有趣 應該以前也在版上面看過說 如果能夠操控魔物來對決是怎麼樣 這次真的來了 對對對 真的 沒想到玩家的幻想很成真 我現在要拿這隻熊去打另外一隻熊 對對對 來來來來 這個操縱其實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直覺 他故意做的沒有那麼靈活 對 這樣才有像在操縱魔物的感覺 是不是有點像在騎個野獵 很像 你看人家把一個塔打垮了 他就把你打到 超龍技量表 還是要插家勒 對 超龍技量表滿了 就可以使用超龍必殺技 擊中魔物必能死洗倒地 可以試試看喔 對著他用對著 轉過去 欸他倒地 他這個轉彎有點 要尻一大拳 對 好騙喔 這個好機會 超龍必殺技 西雄的超龍必他是什麼 喔 就左右打啦 然後再跑一下 超厲害的時間玩 用來刷一下 覺得怎麼樣 喔 真的非常有趣欸 真的很迫不及要去騎其他更強的怪 那我們就來挑戰一次炮斧龍好了 阿瑪你要用什麼武器來打看看呢 用錘子打打看好了 聽說是製作人的親兒子嘛 好那我們就來用錘子打看看吧 你要調整什麼 調整控制是不是 調整捷徑 因為炮斧龍就是他會讓你 種泡泡 然後還會讓你種水的異常狀態 所以我是想要先把那個打消果絲 裝到捷徑裡面 這個炮斧龍出處就是 以之前的魔物獵的那個 是人氣很高的魔物 我一直覺得他的妝超好看的 非常的日本風味 女角有一種日本新娘的感覺 對 這是狗狗真的很重要 因為 這次的地圖 蠻大的 如果你都靠自己走的話 會要走很久 而且在狗狗的身上呢 一樣跟之前的座騎系統一樣 可以吃東西 可以磨刀 但是有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辦法自動導航了 對 他沒有辦法設定地圖 然後跑去你要的地方 目前在電魔版是這樣子 那未來正式版會不會不一樣呢 這就不知道了 對 剛剛那個綠色的鬼火鳥是 加生命 加體力5D 加體力的上限對不對 對 看到了 炮斧龍 很漂亮耶 這是騎乘 你看說你做狗狗之後 就可以直接一個跳躍攻擊 對就會累積超龍子 嗯 暫定啦 因為不知道官方會怎麼稱呼這個子 是 帥 喔 其實好痛喔 氣勢耶 現在強敘力的特效 大家可以看展位旁邊 變成紫色 就是代表這個槌 是處在強敘力的狀態 哇 這就是鎚的鐵蟲之際 等一下 他比其他的武器要來 優待太多了 別人的武器像你剛剛太刀就飛過去 劈倒 這個是飛起來滾滾滾 以前還要找個斜坡 現在不用了 我覺得可能一方面是 這一代的 地形斷差 滑坡那些都蠻少的 喔 如果不能用這個的話 可能很難使用那個 烽火輪 但是別人沒有啊 別人 別人是武器沒這種東西啊 畢竟他是製作人最愛的武器 欸 被打到超痛 這次的體驗版他發的那個 裝備 照過去體驗版一樣 他沒有很好 你要認真玩 這就是魔物試玩版的傳統 你如果沒有玩過魔力的人的話 這是整理的 所以沒有接觸過的玩家不要棄 對對對 這是很正常的 一隻死是很正常的 製作組搞你啊 喔喔 爛了 哇 所以你的蓄器 可以再帶入鐵蟲絲的招式裡面對不對 對 就是有蓄力的 發出鐵蟲絲的技能會比較痛 沒蓄力的話就是第一段這樣 傷害比較低 嗯 而且那個狀況不好你可以用鐵蟲絲 趕快迴避 對 用超蟲狂 要翔蟲啦 趕快飛走 對就是可以用翔蟲獸是 對 喔喔喔喔喔喔喔 欸他一樣會放出 跟以前一樣紅色的泡泡 所以應該也會放出綠色的泡泡來 那個 紅色泡泡是加攻擊力的嘛 綠色泡泡是回血的 應該也是會有 這根據遊戲的說明是說 你多使用鐵蟲絲技的話 就可以比較快的耶 機操龍 喔喔喔喔喔喔 這是新招吧 一邊橫向一動一邊吐口水 之前 的close double close好像沒有橫向的 他都是旋轉嘛 然後往上下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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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滾過去了 哇這是什麼 這是另外一招鐵蟲 哇 這是另外一招鐵蟲 這前容之際我自己覺得感覺比 那個鬥哥仔好重耶 是我錯覺嗎還是 我真的比較好重 鬥哥仔距離比較不好掌握 又滾 太多次了吧 等一下 雖然說槌子走得慢 看起來沒有 那個不帥氣 但是他的攻擊 扎扎實 這兩下好痛啊 兩百多了耶 等一下 最後一槌有兩下的判定 對 因為我自己有玩一下 大劍 大劍的增蓄器 劈下去 在這個體驗版也才一百多 嗯 而且那個是已經是增蓄器展 前置還有兩段 這個 自己非常屈舊 劈下去兩百多的傷害 好優待啊 這路邊的翔蟲 大家看到要抓一下 不要跑喔 一定要騎狗 靠人追太慢了 嗯 這泡泡量是不是因為機種上的性能提升 泡泡變好多喔 真的耶 我以前感覺好像也沒那麼多 對啊 而且以前泡泡都是正圓 就是 啊 這個很漂亮的圓形 現在是 不規則的泡泡裝 對 比較真實多了 喔喔 這樣擠斷了 直接打倒 我直接把他打倒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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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泡泡是有點密集 有點太密集了點 欸等你轉進去打 剛好轉到他的圓形 一定沒事 所以出這招是要往裡面衝的 這招跟黑龍的360度吐火有點像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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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就不要怕 這什麼 全身冒泡 但是你把它捶掉 我快看不到 欸 超龍 超龍炮龍可以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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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騎上這一次的那個高難度怪 騎上泡谷了 騎龍了 哇 好扭啊 好扭啊 我看起來超掙扎的 對 接著他去打怪 其實可以超龍的時間 會顯示在畫面正中間嗎 還蠻久的欸 欸 吃火吃火是吃火 原來這一次的電話有吃火 他還打算 喔 還蠻痛的欸 44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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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喔喔喔喔喔 吃火倒了 直接從天上把它尻下來 本來想逃了對不對 對空昇龍把你弄下來 輕攻擊是 搖 重攻擊是 拍尾 喔喔喔喔 吃火倒地 你可以用必殺技了 剛剛那是必殺技嗎 喔喔喔 沒有剛剛重攻擊 欸 這是必殺技 你剛剛按了必殺技 超龍結束的龍就會自己走掉 喔 但是這一次應該也是會有地盤相陣 因為我們前面有看 在說明文件裡面有看到 所以 在特定的怪組合相遇的時候 應該也是有地盤相陣的演出的 對應該是有 欸 剛好 那個 林幽龍王 林幽龍王被他倒到佩奇了 怎麼那麼剛好 而且剛好這個炮烏龍是在那個休息狀態 趁機痛打他 趁他病要他命 真的 喔喔好痛 182 好痛 好痛的尾巴 我再講一下這次可能是體驗版 所以感覺上比較容易超龍 可能啊 喔喔喔 好痛 很疑 很疑 而且這時候 那個獵人 算是無敵的 哇好痛 喔喔喔喔 使出超龍必殺技了 喔喔喔喔喔 可以用了可以用了 但是你要矯正一下位置 超龍必殺技 超龍必殺技 好痛 兩個一四一欸 二八二 好痛的 好痛 在趁這時候我提一下齁 就是 這次看起來是沒有跳躍 那個以前的騎乘的了 對 變成了超龍狀態這種 這次可以超龍四處 比起以前騎乘四處應該是少了很多 變得很難壓之怪 大家可以看我身上現在就是中那個 泡泡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我趕快吃那個消散事 泡泡節 要不然會一直滑來滑去 對 很難很難用 然後 這樣吹多少 163 好痛啊 可是第二下沒吹到多 對 不錯了 快被你潤死了 好慘啊 一定要來連技 全中 109 這套打下來跟 400有啊 那大家可以 這個五連錘最後一下 是最痛才109 但是剛才那個 跳起來打就160了 對啊 真的都給錘子秀就好啦 錘子又可以敲暈 段數又多 傷害又大 又帥 對 好現在真的變蠻帥的 我不得不說 而且我覺得比起其他的武器 因為他的那個 飛行的準備動作比較多 比較慢 我覺得比較容易抓到 那個瞄準啦 比較容易瞄準一點點 對 像我們也嘗試大劍跟超能棍 他就是一飛就飛很遠 對 實在很難抓那個距離 然後攻擊又只有攻擊 一兩下 不像這個是 過程中連續都有判定 對 對 大家現在有沒有發現 這次那個 沒有倒蟲 雖然有點玩發 對 這次沒倒蟲喔 然後你 你鎖定怪之後 頭上會出現 前方會出現 對應的紅色的標記這樣子 然後帶你 帶你去你的怪的那個位置這樣子 有點像導航的感覺 有點像導航 因為他出現一個劍狗 對 好到的時候就他會不見 值得一提的一點就是 他不會再扭你的頭 對 這很重要 這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覺得那個 世界改不了的設定 就一直該改 但是從頭到尾都沒改 就是這個找蟲的 帶視野的問題 趁這個再戰鬥的時候我再提一下 我們玩的 目前在這個地圖上面沒有找到 那種 地形的陷阱 或是什麼落架的石頭啊這些東西 或是炸水庫 這種沒有找到 目前 目前在這個大色遺跡是都沒有看到 大家有發現右上角的那個 破腐龍的icon下面出現藍色的圖示 這表示 快不行了嗎 應該是他已經可以冰死可以補貨的狀態了 對 就以前的骷髏頭 對以前的骷髏頭 在以前還要特別裝一個技能才可以看 我也要講 以前要特別配一個技能才可以看 補貨劍擊 補貨劍擊 對補貨劍擊 就不用啦省起來 省了一個技能 這張真的太好用了啦 這可以迅速拉近跟他的距離 對 而且只浩一格翔蟲對不對 對 只浩一格 只浩一格耶 哦 帥啊 爽快 趁機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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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他有什麼素裝 當然可以看一下炮狐龍這個身上的細節 這做得蠻不錯的耶 以前都沒有這種反光 對 還有紫毛 那我們來聊一下 你目前玩到現在啊 你玩了一些武器跟這任務你也打了幾次 就目前你對這個 崛起的體驗 這個體驗版你覺得怎麼樣 因為現在鐵蟲吃劑呢 還沒有辦法很靈活的使用 所以我覺得以後能使用鐵蟲 能夠靈活使用鐵蟲吃劑的話 我想這個 遊玩的那個區應該會非常的不一樣 而且非常的 多元 是 會有很多不同的新打法 比如說我可以用鐵蟲抓到牆壁上面 然後再利用空洞攻擊攻擊怪這樣子 這打法變得很3D很立體 對對對 就沒有像以前就是局限在平地上面的打法 嗯 我們這個版本目前也沒有辦法連線 所以沒有辦法測試一些有關連線的那個系統的部分 希望沒玩過的玩家不要氣餒 不要氣餒 真的不要氣餒 那今天謝謝阿毛的跟我們一起玩 謝謝 好謝謝大家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可以 吃 似乎 老 скор 鼓 被 是 Bloomberg 工